站好 来 注意力集中一点 来 把这篮子菜切了 切切切 以我现在的水平都可以长烧了 还切 有 想出师了是不是 少个地上先给我尝尝 下次也调个有难度的菜嘛 给一看 不掉它 好啊 挺有创意啊 土豆切块 茄子切条 那就还切丝 你自己尝尝 没手 哈哈 做任何事 他要耐心 专心 用心 上旁边 看着 能整点啊 师傅 我先借我两千块钱了 干嘛呢 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 没办法 切开我 切菜呀 配菜呀 讲究的是一个原则 快配快 丝配丝 片配片 丁配丁 形状大小要健整地保持一致 这样菜品出品才会更加乏关 精致也比较容易成熟 好 入味 茄子切好 塞一点点盐 让它腌制一下 那土豆呢 要放到水里面去 防止氧化 刚才没有红辣椒 配两个红辣椒 让它色彩更加艳丽 好 我们的菜讲究的是色相味易形 色在前头 这个地方加点淀粉 炸出来以后 酥脆 外面裹一层粉 外面裹一层粉 好 油过去再 OK 这个筷子 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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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出来 好 炸一下 加点水 然后调节散 酱油 排下几点 盐 炸精 薄油 点点切混 好 酥酥 稍微加烫一堆 完炒 放盐油 放入锅 盐盐 炸一下 哈哈哈哈 三温烧工 七分刀工 这三指灶台啊 就是我们厨师的江湖 不是我每天都逼着你学 忌妒不压生 学到的都是你自己的 是 书 吃到了 哈哈哈哈 练习完的食材分类换好 明天吃 不要浪贵啊 好嘞